白交部和相关驻外使领馆针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当前行事 已经发布了安全提醒 建议中国公民暂无前往以色列和巴勒斯坦 以在当地的中国公民和机构保持高度警惕 加强安全防范 做好应急准备和就地避险 如遇紧急情况 及时与驻以色列使馆驻巴勒斯坦办事处联系 寻求帮助 如有中国公民现阶段自愿离开 我们将在安全有保障的前提下 全力提供协助 鉴于当地的安全形势瞬息万变 刚才你提到的有关的信息 中方正在持续地核实和了解当中 外交部已指导相关驻外使领馆 全力搜救相扶官的试炼人员 救治伤员 敦促外防采取有效措施 保障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 据我们了解 中方伤员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情况总体稳定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